中央社东京28日综合外电报导 日本首相安倍近三今天解散国会众议院提前大选 判届此延续政权 实际上这并非安倍首次解散国会 而过去也有多位首相因为各种原因解散国会提前选举 根据日本建法规定 在两种情况下可解散众议院 一是众议院通过内阁不信任案或否决内阁信任案后 可于十天内解散众议院 二是日皇经内阁建议可下照解散众议院 由于日皇是国家象征 因此代表内阁的首相拥有解散众议院的权利 首相解散国会的权利运用的亦可延续持政优势 反之则可能丢掉政权 因此解散的时机非常关键 纵观日本战后众议院运作 0%上调至8%的冲击 导致日本经济连二纪萎缩 经济因而陷入衰退 安倍希望在支持率进一步下滑前巩固政权 当年11月18日先宣布延后提高消费税 将原定2015年10月实施的第二波消费税上调至10%计划 延到2017年4月实施 接着于11月21日宣布解散国会 这一回安倍高举突破国难旗帜 希望透过大选重获国民信任推动解决烧子高龄化的新政策 并面对北韩威胁 安倍因为陆续发生森友学员及家计学员等争议 加上陆上自卫对执行为和任务时摄影逆业务报告 内阁成员评出包等影响 自民党在7月东京都议员选举施了败账 安倍原本的高支持率从3月开始逐渐下滑 民调一度跌破三成 不过安倍支持度首先在8月初的内阁改组后出现直跌回升的情况 接着在整个8月北韩形势升温 安倍近三强势面对因应获得好评 民调逐渐上升 到9月初时已回升到50%左右的水准 安倍考量目前支持率回升 并想趁小区百合子势力尚未集结 民进党内面临出色潮 趁盛追击 因此决定解散众议院1060928